大家好 炸肉丸在家这样做 外酥里面 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炖菜 蒜火锅 都特别的好吃 先来泡个花椒水 碗里放入花椒和姜丝 加入开水浸泡10分钟 接下来 把清洗干净的肉切成块 切好后放入搅油机里 搅成脆一点的颗粒状 搅好后放入大碗里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母香粉 胡椒粉 多一点的生抽和一勺蚝油 把调料搅匀 再打入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 泡好的花椒水分三次打入肉馅里 每打入一次都要搅匀搅透 让肉馅充分地吸入花椒水 再放入切好的葱花 倒入适量的香油增香 用筷子搅匀之后 再放入70克的红薯淀粉 随着一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成这种粘稠度 用手抓起来能粘成球就可以了 手的虎口挤出丸子 用勺子放入锅里 锅里加入多一点的油 有微溜成热的时候下入丸子 炸到丸的时候 整个过程都要中小火炸死 丸子定型后 用筷子不停地搅动 以免受热均匀 炸至丸子完全飘起来 颜色发黄的时候 转大火 转大火炸至丸子更酥脆 颜色也更好看 十几秒钟后 炸这样金黄色 捞出来控油 听着声音是不是就很酥脆 一口一个特别的香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